早兩天就開箱完Nikon Z-mount的886.3 但其實Nikon F-mount即單反鏡頭 我還有少許在這裡 今天就逐支跟大家講一下 由細細的講起 這一支就是AF-35F2 這支鏡頭是比較小巧的異光圈鏡頭 當時在單反年代都幾多人會用 因為它都幾輕便 一機一鏡的話 其實都是算是挺好用的一支鏡頭 我想就算去到後期的數碼單反年代 都還有很多人會用這一支鏡頭 但之後還有出一支 就是35 1.8的AFS鏡頭 那支都是很多人有用的 另外還有一支也是35 1.8的 但是就是DX版本 那支也是在APS-C的單反裏面 也是極度受歡迎的 但是這一支就是比較傳統一點的Nikon AF的造型 還有就是有光圈環的 所以就算用飛鏡機 其實它都可以用得到的 為什麼我還會保持著這一支鏡頭呢 純粹就是因為我現在手上都還有一些飛鏡機 例如F5 或者是FM 其實用回這一支鏡頭都是可以用得到的 遲些 忘了這一陣子 其實都想拿回Nikon的飛鏡機出去拍照 第二支都是AF年代的鏡頭 就是這一支 一支135 F2 的 DC 這一支在當時 都有玩一個類似柔焦的效果 可以有Defocus的 Image Control 那時候其實這一支 還有另外一支105 F2 的 DC 都是影人像來說 大家會挺熟悉的鏡頭來的 當然你說現在這個數碼年代 其實就未必會有這麼多人想玩這一種 就是柔焦的效果 但是這一支鏡頭始終都是 叫做挺經典的 還有135 F2 這一類鏡頭 我自己都挺喜歡的 就有這個大眼睛 還有那個造型上面來說 它都是非常靚仔的 所以這一支鏡頭我仍然保持著 那時候其實它本身都挺保值的 但是到了現在這個數碼的模範年代 就開始所有的AF鏡頭都掉了 因為現在新的Z-mount的機器 就算用任何的adapter 用回AF鏡頭都是沒有AF的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 就多了很多人不要了 就變了這些鏡頭 現在都是可能值三千元左右 所以就既然賣都不是說非常值錢的時候 那不如就自己保留吧 接著就要講一下這一支AF-S的 7284 光圈 那這一支鏡頭 其實就在最開始 我用這個Likkon Z-mount的機器的時候 都有講過 那它就是暫時來說 一支性價比都挺高的 7284 光圈的鏡頭 那因為Z-mount 暫時都還沒有這一支 這樣的規格的鏡頭出現 那所以 暫時如果你真的想要一支 比較輕便一點的7284 光圈的鏡頭的話 就唯有用回Adapter 用回這一支 那我覺得 暫時來說 它都是 挺OK的 那雖然這個對焦來說 相比起現在的 模板鏡頭 會有一點慢 那但是呢 我覺得 以它現在二手都是 三千元左右的價錢來講 還是挺高性價比的 而且就是挺輕便 又有防震 基本上我都覺得 其實可以一直保持著 就算放出去 都不是太值錢 這一支也是非常經典的 就是Likkon的灰鏡之中的 其中一支 就是這個28-70 2.8 這支鏡頭 就是叫做小小灰 以及整個鏡身 是用了灰色的 跟另外黑色的版本 基本上的規格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這一支就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Likkon來說 沒有任何的白鏡 給你選擇的 那所以 那時候也有很多朋友 會希望擁有一支 但是這一支的問題 就是它的AF-S 摩打 是非常之意外的 但是很慶幸 我這一支暫時都沒有什麼事 它配上DF 我覺得是一個挺帥仔的組合 銀色機加上灰色鏡 所以我還是保持著有這個組合 其實也有想到 之後會不會拍一段影片 就是拿回這些組合 出去拍照 DF來說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喜歡 因為始終它是 雖然好像是復古的機身 但是機身又非常之大舊 很厚 做不到完全是菲林機那一支的尺寸 所以 在那時候來說 DF 都不是一個非常之成功的系列 只是在單反年代 只推出了一部 已經完成了 究竟現在會不會在ZFC之後 推出一部全面版的DF 希望會有 然後我又可以配上這支28-70來使用 但也要有一個比較帥仔的搭配器 接著灰色系列 還有這支小灰4 就是80-228 2.8的鏡頭 這支鏡頭很多朋友都說 它的畫面質質高於小灰5 其實我也沒有很詳細去比較 其實兩支我曾經有過 但是最後就放了這個小灰5 就剩下這一支的小灰4 同樣又是銀機灰鏡 其實都挺帥仔的 所以我基本上這個DF 現在都還可以叫做有 28-28的灰鏡的組合 這幾天還是陰天 其實我也很想快點 拿回這個組合出去 再拍一些影片 還有就拍一下相片 拿完這堆鏡出來拍拍片 我才發現 咦 其實還有一支都還沒拿出來 就是這一支 38-22.8 這一支都是灰鏡系列之一 其實灰色的鏡頭還有584和684 沒記錯就好像是差不多了 還有剛才有提過的小灰5 這一支我覺得在Econ鏡頭之中 都是挺帥仔的一支 雖然我這一支都有少少的脫油 但是我覺得都是有一個收藏的價值 所以現在還是保持著這支鏡頭 但是如果現在再拿出去拍些什麼呢 其實我暫時都還沒想到 如果大家有什麼提議的話 就不妨留言說一說 我就可以在下一支影片的時候 就可以拿這一支 配合DF或者Z9都好 就可以出去拍一些 用382.8拍的相片 這次就先說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就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要Like這支影片 以及要留多點言 我們下次再說了